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就在刚刚几分钟 我亲手用Tiny11 Builder打造了一套 属于自己的Windows11精简版系统 很多朋友应该都没听说Tiny11 Builder小程序 它托管在Github中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 能帮我们自由卸在Windows11系统中 那些不常用且占空间 拖慢系统运行速度的小程序 使用Tiny11 Builder小程序 自定义的Windows系统 最终得到一个清亮 快速 干净的系统 怎样用Tiny11 Builder 快速自定义Windows11系统 可以看这期的 自定义精简版Windows11安装镜像 它快速详细地讲了 如何用Tiny11 Builder自定义ISO 那么 自定义的Tiny11系统 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吗 它是否真的能在低配置电脑上 也流畅运行 是否会比官方原版系统 更稳定 更省资源 带着这些疑问 我把这套自定义的Tiny11系统 装进了虚拟机 准备来一次全面体验 本次测评 在虚拟机环境中进行 小编为其分配了 四核心处理器 8G内存 及40G硬盘的主流配置 自定义Windows11启动过程 令人印象深刻 开机耗时仅为26秒左右 充分展现了其轻量化的优势 系统安装完成后 占用的硬盘空间 也为16G 对于小容量硬盘用户非常友好 从系统界面和整体风格来看 自定义Windows11 与原版Windows11几乎没有差别 保留了用户熟悉的操作体验 系统安装完成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其网络端口 是否与外部建立了可疑链接 进行彻底的审视 打开命令提示符 输入NetState Anno命令 仔细检查了当前所有的网络连接 结果显示 系统中没有任何异常 或可疑的网络端口连接 初步排除了存在隐藏后门的风险 在系统激活测试环节中 一个精简系统能否被顺利激活 是用户非常关心的问题 小编尝试使用了常见的激活命令 系统反馈激活成功 这表明自定义的Windows系统的激活机制 能正常与微软建立链接 在系统更新环节中 精简系统常常会阉割更新功能 然而经过测试 Windows11完全支持在线更新升级 这位置用户可以持续获取 最新的安全补丁和功能改进 保障了系统的长期可用性 在系统文件完整性验证环节中 为了验证系统 在精简过程中是否损坏了核心文件 小编执行了两个关键的 系统文件检查命令 首先使用SFC Scanal进行扫描 随后运行DISM Online CleanerPimage Checkout 进行深度检测 两个命令均顺利完成 并报告系统文件完整无损 在自带杀毒软件效能测试中 小编拷贝了几个预先准备好的木码样本 到系统中检验其自带的Windows Defender防病毒能力 系统的安全中心迅速响应 准确识别并清除了所有木码程序 证明其核心安全组件仍在正常工作 在系统防火墙功能验证中 小编开启系统防火墙后 从主机PIN虚拟机的IP地址 所有数据包均被成功拦截 而在关闭防火墙后 数据包则能正常通过 这一测试证实 自定义Windows 11的防火墙功能完好 能够有效执行访问控制规则 在隐藏用户排查中 小编通过多种方式检查系统 是否存在隐藏的内鬼用户 首先 命令提示符输入NetUser 查看系统存在的用户 接着 在本地用户和组管理工具中 只看到一个已启用的账户 最后 小编深入注册表中进行核查 未发现任何隐藏用户 在软件兼容性与日常使用中 小编安装了一系列常用软件 包括Chrome浏览器 Everything文件搜索工具 Notepad加加编辑器 搜狗输入法 以及一款系统整顿工具 所有软件均能正常安装和流畅运行 没有出现任何兼容性问题 经过从系统底层 到日常应用的全方位测试 这款自定义的Windows 11系统表现 超出了预期 它不仅做到了体积上的精简 和性能上的轻快 更重要的是 在安全性 稳定性和兼容性方面 没有做出牺牲 无论是系统激活 在线更新 还是核心的病毒防御和防火墙功能 都与原版系统保持一致 对于追求纯净 高效系统体验 同时又不想在安全上妥协的用户来说 用Tiny11 Builder 自定义Windows 无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优秀选择 关注我 我是科技二流子 一个热爱分享科技干货的创作者 你们的每一个订阅和支持 都是我持续创作优质内容的动力